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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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现在去休休空调 说是室内机室外机都转 但是呢 室外机吹冷方 这个人呢 他是从Youtube上 他看Youtube上 他看我开车的时候 他可能看到路标 他说好像就在这附近 这是第一个客户 从Youtube上 当地的客户找到我的 大部分都是从那个 室内机室外机都转 然后呢 室外机吹冷风 然后那个两个管子都是室温的 那也说明 要不压缩机没有运转 要不就是里面漏浮量 就是漏得特别厉害 他说曾经有个公司给它 给它冲过一次浮量 冲过一次浮量 然后那冲过的话有可能是漏 现在的话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现在过去看一下 如果压缩机没有转的话 一个就是压缩机坏了 一个就是压缩机的可败 然后 然后没有 那个坏了 然后就是压缩机不应养的 两个直接的原因 一个是压缩机坏掉 一个是可败 他说这个好像是只有七年吗 我忘了 所以呢 不应该是压缩机坏 应该是 如果是因为压缩机没有运转的话 那应该是可败自己坏了 如果是漏腹粮的话 那就是大部分都是室内鸡肉 99%的都是室内鸡肉 也有10万鸡肉的 但是很少很少 OK 我们过去之后看一下 具体什么问题 好 刚才打开之后呢 打开之后测了一下 那个Compuster Compuster是好的 它这个是70 然后它只有68了 然后呢 嗯 然后 因为刚才是这种盖子 我的那个工具 专门打这个的盖子 然后我放在这个 我这个小盒里面 那有一次有天晚上那个小盒翻了 翻了之后 然后当时可能就把掉在别的地方了 掉别这个东西不常用 不常用 然后但是偶尔会碰到 这是Linox的 他们就经常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然后呢 现在用那个改锥 用那个改锥 直接把它拧下去了 拧下去之后 然后 废了半天进把它打开了 我刚才到里面测了一下 没有检测到有漏的地方 但是呢 你看 我现在打开之后 测一下压力是166个PSRG 这个有点低了 不过这个温度的话 现在可能有八十多度啊 就室外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如果压缩机有转的话 这个压力会变化 我们来试一下啊 查上 试一下啊 也有可能是压力低了 有可能是压力低了 哦 我可以听到压缩机的声音 看 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压缩机的声音 啊 哎呀 看 这个压力往下走 哇 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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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运转的时候 运转的时候 这个低压这边 一般都是120到150 120到150 哇 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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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 那压缩机的声音 都已经不得进了 所以等会 所以等会 他 他要回来一点 他要回来一点 所以等会 等等会转五分钟 转五分钟 哇 漏了 但是我刚才到室内去 没有检测到有任何漏的地方 他那个放 他那个是特别不好 他是放从上面放 从上面放 那个 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开口啊 是从那个机器的上面 一般的话都是侧面打开 他那个是从上面 哇 那个设计的非常操弹 非常操弹 OK 我们稍微等一下 哇 基本上就这样 你看 也要五十多了 那你看 他里面一会就结冰 你现在在里面的那个 vapor的那个温度啊 是五点二 五点二华氏度 五点二华氏度的话 你已经非常冷了 就是说 是是结冰的 里面是结冰的 哇 那里面有漏的地方 但是刚才进去之后 没有检测到有漏的地方 啊 您这有没有搞装修最近 他有时候有没有搞装修 有没有水订过东西 没有 他有时候可能打个洞呀 有时候会在管子上 也都敲个洞进去 我刚才就把上面 把里面都打开 然后用 我看到这 我这里面有油烘烘的地方 然后但是我用那个 因为这室外嘛 室外 然后所以我没有那个检测的那个仪器 然后呢 所以我用我超声波 用超声波 然后听了一下子之后也没找到 然后呢 我刚才拿超声波 在这一听 然后咔咔咔响 所以我刚才一弄 你看 他说7月份啊 你刚充了3磅 他说那个美国人给他充了3磅 你看 然后我刚才看这个压力啊 这样鼓劳一下 他这个10磅 一共是10磅 他这个 这个系统系 他这个压力 通过那个压力比啊 他这个至少少了有6磅 他至少少量 也就是从7月份 他冲了3磅进去之后 到现在 两个月 哇 两个月不到 然后少了67磅 少了67磅 哇 你看 然后他当时测的时候呢 刚才那个朋友他当时拍的照片 他给我看 然后呢 他没有给他放 没有给他放 他走的时候呢 像你这个口啊 尤其是去空调的 一定要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不动过的这个口啊 你走的时候 拿这个 拿这个爆破 然后再检测一下 你看这种 看到没有 他从这一直漏 你看 而且他这是没有运软的时候 你压力低了 而且这漏的已经低了 他要是运软的时候 这边都达到那个300多个 300个以上的PSRG 所以会漏的非常厉害 一运软的时候漏的会更厉害 然后我等会可以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的时候 就是摸到这里 一开就是冰冷的 这个是温的 这个是冰冷的 就是这个管子 那那那不对 应该是翻过来 应该是这个是温的 这个是冷的 对对对对 你看 可以漏的 ok 现在的话我给他 我给他先这样 先拧一下这个气霉气露 如果是拧了之后 它还是漏的话 现在的话只有给它换掉 把那个里面的气霉气露给它换掉 ok 我现在给他弄一下 哇 少了你看 两个月少了 至少有个6磅 因为它那个压力啊 只有50多个 50多个PSRG了 少了一半还少 ok 我们先给它拧一下 先给它拧一下 先拧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拧住 它有时候是松了 因为这种 但是这种这个机器 才多少年 你这个房子是哪年 啊 才6年 你看它这个这个 Linux的这个东西 现在 质量也不好了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拧住 如果拧不住的话 哇 好像有点松 拧不住的话 我就给它换一个 这个叫 这个叫 这个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专门就是换这个气霉气露 就是在里面有浮粮的情况下 换这个气霉气露 ok 但是呢我现在先看一下 应该是松了 应该是松了 再检测一下 如果是拧上了 那就可以了 如果是拧不上的话 只有给它换掉 然后呢 我来试一下 也应该是松了 哦不行不行 换掉换掉换掉 你看 我刚才换掉 因为这个浮粮也很贵 对对 那当然现在 不要老子散六多 太吃不消了 哈哈吃不消 对 所以上次你说的 我太长了两个月 又要缺浮粮 哇 这是这是 ok 我给大家用这个兔来换一下 哦不用 对对对 这个就是那个 thread wall 这个靠 remove to ok 也叫wall remove to ok 就是这个是专门是换这个的 换这个里面的气霉气露 就是在你里面有浮粮的情况下 然后如果是这漏了的话 然后你把它换掉 ok 这个就很简单 然后呢 你先把这个你看 这个东西呢 你看 这个后面可以拧出来的 ok 然后拧出来之后 你要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凹槽 你看到没有 一个凹槽 那个凹槽呢 正好卡到那个气霉气 在那个扁的那个上面 ok 然后你这样是这样卡上 然后呢 你是先把先把它拧上 ok 先把这边拧上 或者是等下啊 可以这样 对了 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可以拉出来的 看看 这部分是可以移动的 ok 然后呢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先把它拧上 先把这个螺丝后面的先把这个螺丝拧上 然后拧上之后呢 然后把后面拉出来 然后把它退出来 ok 退到后面去 然后呢 你把它拧上 ok 我现在用两个手把它拧上啊 ok 我现在把它拧上了 把它拧到底 ok 拧到底 然后这个不是拉出来了吗 然后呢 你把这边也拧紧 ok 拧紧之后呢 你让它推进去 把这个推进去 我刚才让大家看了 那有个缺口 那个缺口的话 然后呢 你怎么知道 那就是它 它用倒到上面了呢 就是卡到那个气霉气上了呢 然后呢 你先这样 先顺着 先顺着 你看 你看到没有 然后你拧不动了 然后这就卡住了 等下啊 然后它这样就卡住了 卡住之后呢 然后你就 然后把它卸下来就行了 然后你先倒着 不是 先正着 看 看到没有 你看 它有压力 把它推出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没有 其实 我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 把那个 清霉气力已经把它松了 但是呢 有可能还没下来 因为刚才才凝了几下子 所以呢 这个压力非常大 因为 现在是 刚才量的是 166个 那个PSRG 所以我要用两个手 ok 我感觉到有可能出来了 有可能出来 这个的话就要试 来回来试 因为你现在看不到那个 然后呢 你现在它推到图了 ok 推到图了之后呢 然后呢 你把它关上 ok 现在就把福里昂从这切断了 ok 你现在就把它拧下来 拧下来 看看看看 有没有把那个 有没有把那个清霉气力 有没有取下来 它要取下来的话 它会在下面粘着 哦哦 没有取下来 sorry 现在的话 就是光是把那个靠 把那个清霉气力 光是把它拧得松动了 但是没有跟着下来 它没有跟着下来 有时候呢 它不跟着它下来 所以呢 我要再打开 再重新打开 你看它这个设计的 特别紧 它太靠近这个了 从这不方便 ok 稍微调一下位置 然后呢 我再再过去 再过去 再过去 然后呢 你怎么样 怎么样感觉它 它那个上上呢 就是你再 你再 然后把它拧上 再把它拧上 然后呢 让它套上 套上之后呢 再这样这样弄出来 这个的话 稍微费点时间 你才会用两个手 因为它是压力特别大 我刚才试了至少有五次 然后不行 取不下来 又换了另外一个公司的这个 也取不下来 然后就是 它就是我把它拧按了 拧按之后 一回来的时候 这总能感觉到它掉下来了 掉了之后 然后取不下来 现在的话 只能是 做蓬布当 把这个浮量都压到室外机去 压到室外机去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拧下来 让换一个 OK 现在做蓬布当 这边啊 这个还不好弄啊 试一下 然后做蓬布当 哇 OK 我现在来 来做蓬布当 然后呢 它这边是 它是拧的 直接拧的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 就是我把一边 然后锁死就可以了 然后先把这个高压这边 这边 把这个高压这边锁死 OK 把高压这边锁死之后呢 把高压这边锁死之后呢 然后这边 然后让压锁机一转 然后把它抽下来 这个里面就特别低了 在那个低的情况下 我就赶快把它把它换上 所以呢 就不用锁这边 不用锁这个低压这边 然后这样就可以 因为很快很快 然后你就把这个 青梅心 什么的都准备好 然后 然后都准备好 然后都准备好 OK 我现在把它把它锁到底了 我现在拿一个新的青梅心 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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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那个什么 就在这 要等着 OK 我拿一个新的 拿一个新的青梅心 这个颜色的 OK 等着这个 然后呢 把这个 先给它 OK 现在这等着 然后呢 我把压力放上 我也看着压力 看着压力 然后你看 现在已经给它换上了 因为当压力20多的时候呢 我就赶快把它 旧的拿出来 新的 然后放上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看 现在是它这个旧的 你看到没有 哇 它这个中间 你看 这个上面 一共有两个润 这个上面是个 它可以忍受 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的 然后侵蚀 然后呢 你看它这个 给掉掉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它下面还有一个 看到没有 就是你一看的时候 然后那个 然后就从这出来 然后那个 看到没有 这个啊 这个我怀疑 是它 焊接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 他没有把这个 就是你焊接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取下来 要把这个 取下来 你不取下来的话 然后它就把你这个润 就给你老化了 老化了之后 时间长了之后 然后就造成 你看这个润 已经没有了 你润没有 上次 他 就是两个月之前 他给他装的时候 他没找到这个地方 他找到这个地方 他不至于这样 你看 像这种情况 都是焊接的人员 他特别操弹 他这儿应该给你包住 那个 包个洗毛巾 然后呢 同时一定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 就是洗毛巾的取下来 不取下来的话 就发生这种情况 你看 这种用上 一二十年 也很少很少 发生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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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裂了 然后灰漏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太夫人 这都是那个什么 这是汉捷人员 汉捷人员 弄的事情 你看 新的 你看新的这儿 新的这儿 中间这个蓝色的 就是太夫人 太夫人 然后呢 下面那个 就是一个 OK 然后你平常 像这个和轮胎的 汽密器一样 然后一模一样的 然后你一按之后 看 然后它里面有个弹簧 它里面有个弹簧 然后你一松 它就 它就弹回来了 现在看 这样 这个是 安装人员 他焊接的时候 然后造成这个问题 你看到没有 在在五六年之后 然后 然后才会表现出来 OK 这个问题 就应该给它解决了 然后 我我现在把 福利羊再放出来 听 看 听着这声音 现在福利羊 刷又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测一下 应该 应该不会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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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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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它拧到头 你要是放在中间的话 会从这个地方漏 所以呢 一定拧到头 OK 好了 我现在 那个检测一下 让这两个地方 用babble solution看一下 开着还是那个 你看 然后现在 我用babble solution 试了一下 没有OK 然后呢 等一会儿我给它拧的时候呢 然后给它放点 那个thread ceiling OK OK 给它充好了 充到 88个盎司 哇 88个就是5磅多 5磅多 5磅多 5磅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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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你当时我推测的 大约是 只有是 那个五六磅 也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好了 现在是吹了吹这个热风 这个的话就是你看 他幸好他把空调关掉了 这个就属于 室外机转 但是呢 吹冷风的一种情况 就是漏福利洋 它漏的当时来的时候 只有50多个psrg 50多个psrg 你这样感觉的话 就是冷风 其实它那个福利洋太少了 它带出来的热 散出来之后 你感觉不到 你感觉这个热 就是你室内的热 通过福利洋带出来的 带出来然后散掉 散掉之后 它变成液体又进去了 你进去之后 然后在室内液体变气体 你吸收大量热 你室内的那个 那个blower motor 把你室内的热空气 然后一吹过这个 吹过那个 Evibrator 之后呢 然后温度降 大约降15度到18度 或者20度左右 可以跟你不同的这个空调 然后呢 他那个一降温之后呢 你空气中的水冷凝下来 温度降下来 然后呢 同时呢 他把这个冷的福利洋 把他把这个液体福利洋 变成百分之百的气体又回来 回来之后 然后呢 这是这个 现在特别冷 现在特别冷 因为这个压缩机 就需要这个冷的这个福利洋过来 然后帮他帮他降温 因为那个压缩机 但是里面是高速运长一个Motor 他会产生大量的热 然后呢 你这个冷的福利洋 那能不能帮助他让降下温 你不然的话 你少福利洋的时候 然后里面的压缩机 你还让他转 那就很快会烧掉 或者是他A纸 就是他里面线圈老化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所以呢 你当你室外机吹冷风的时候 建议就是 建议你最好不要关掉 你当然了 如果是capacity坏了的话 你开这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是哪引起来的 所以呢 最好把它关掉 然后你可以让室内机打到那个FAN 打到ON上 然后呢 但是呢 你这个系统要打到OFF上 就不让室外机转 或者是 你在这儿直接把它拔掉 然后不让室外机转 OK 这个就是大家 这个的话就是 就是焊接的问题 焊接的时候 他没有把那个 应该是没有把那个 那个 那个青霉心给取下来 然后带着青霉心来焊接的 然后呢 结果把那个Tifron Run 给弄得 弄得老化了 或者是变形了 慢慢的那个 它就脱落掉了 OK 是这个原因 OK 这个就好了 这很简单 然后你说你那个 房子里面就是启动的时候 它有共振的声音 就是嗡呀嗡呀嗡 就是那个声音 我不敢听 我就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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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风轮 应该是风轮 哪儿不平衡 我就听一下 听一下 哇 这个声音好像不正常啊 哈哈 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 哦 它现在停了 然后呢 等它启动的时候看一下 听一下什么声音 哇 这个声音有点不正常 哇 等它在上面 在上面看下去 等它上去看一下 啊 听到那个风轮好像不平衡 就是这样 风轮不平衡 然后呢 上去看一下 上去看一下 可以上来 然后听了一下 听了一下 好像是这个风机 它刚启动的时候 是风轮这个 那个没有那个啥 那个不balance 我刚听那个声音 我们现在打开 打开这个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有时候呢 是那个标签 我遇到过几次 有时候有个纸呀 或者标签呀 给吸到风轮上 吸到风轮上 之后那个风轮在转的时候呢 它就不平衡了 不平衡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种声音 解决看一下啊 哇 你看这个 它的这个室内机的这边设计的啊 它这个planet 然后呢 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 和这个蒸发器 在一块儿了 你看这个蒸发器是在这儿 是在这儿 然后呢 这些东西 这些导气管 应该是后面专门放一个planet 你看 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导气管是个A型的 是A型的 也就是这个空气刚进来 不怎么冷呢 然后它又出去了 你看它把厂家的那个 它把厂家的那个去掉 然后加了一个这个 它应该是把这个导气管 是放到这个 这个蒸发器的后面 然后结果你看 它是放在这边了 哇 这些人简直是 不懂专业 现在的话 就是 这两个是最冷的 这 这两面的这两面 因为这个靠右是现在 是从这儿 到这儿 所以呢 只有这四个是最冷的 这 这边两个 和那边两个 都不冷 这是人设计的 简直 它把厂家的 你看那个铁皮 你看到没有 它给取掉了 取掉之后 它装了一个那个 fiber glass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看 看 它把厂家的那个 给取掉了 这 怎么会这样搞呢 哇 这边也没找到什么原因 查一下风轮上 也没看到有任何的那个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 咱们抽出来之后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没任何东西 好像声音好像小一点了 可能是哪儿 它摆放的 好像 好像不太对 还有这个 它这个是吊着的 是吊着的 你看吊着的这种 然后它容易那个啥东西 容易产生那个响声 因为因为 因为它有震动 因为震动 它不是坐在地上的 你看它是吊着的 哇 这些人简直 OK OK 整的这样了 哈哈 哇 很快在室内看了一下 它那个应该是轴 那个 鼓风机的轴 或者是那个 风轮 它不不balance 但是呢 查了一下 其他的没有在上面弄 没有在上面有粘上面东西 有时候有标签呀 什么的 会吸到里面去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然后呢 它启动的时候 它会就像不平衡一样 但是一旦启动就好了 后来听到那个 嗯的声音 那个是因为它那个 它放了一个 两个英尺后的那个 air filter 那个air filter 太那个什么了 air filter 它是直接装到机器那边 而且它那个 室内机是吊着的 是吊着的 所以呢 它它会造成那种声音 然后传到这边来 然后后来把那个filter去掉之后 然后就没那个声音了 但是呢 它这个进气口 它给它装的时候 它没有放正规的那种 它是让几个钉子打上的 所以呢 我也建议它自己取下来 安装一个正常的那种 可以放filter 直接在进气口的那个地方放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那个声音了 OK 所以就给它解决了 这就给它解决了 你看它这一个 这一个壳 然后开了之后 开了之后 你看 一个红色的子 OK 所以就给它修好了